莉庭老師 你看 我今天看到她 我一直笑 但是妳不要笑 路上都是這種人 她有一個 我這樣走她說很正常 妳不覺得很悲嗎 有一點 就是很正常 正常到不會注意她 對 沒有人會理我 也沒有人會在意我 我戴口罩人家就會說 阿桑接侯你一樣 好歹以前是個就是 小三 對 然後很信仰 我就是想要重量 所以把自己穿得很強 正常 這件外套單穿 它是真的很瘦 只是因為裡面配這些毛衣 而且太厚 妳剛剛這樣很像米其林 對 一圈一圈 妳要以為說這種毛衣會暖 這種毛衣才不暖 對 真的 妳看她穿一件會更快 妳知道我的衣櫃沒有這種粗的 我也沒有 為什麼粗 這件不行嗎 沒有 她穿起來就很大字 而且側面看 所以我一直看 衣服還是小腹 對 那是手褲的 這是什麼 這個 凸出來的 那個毛衣 沒有 就毛衣 這是凸的 要輸的 它是要輸的 它是塗料的關係 對 因為它就是會這樣 補一個出來的 對 然後我就很常被人家讓桌 小姐這件這樣子 對 就很擔心我 可是我覺得 出真毛衣好溫暖 挑人穿 對 很挑人穿 然後只要穿出 出真毛衣的女孩 你都覺得很無害 對 那為什麼我穿起來 這樣一隻大小 沒有 我就 因為妳的奶太大 對 就是像那個 雙部比較豐滿的女生 比如說像欣妮 它這邊也是屬於比較豐滿 所以你會覺得它有 好像那種橄欖球隊的 那種狀態 這樣在這邊 然後加上就是那些條紋 其實好像鏤空也沒有幫助 它看起來比較瘦 然後加上可能這個款式 我覺得配這個褲子 也是有一點阿桑 我覺得穿毛衣 或者是你要再穿外套 一定要搭配一些薄的質量 還有心意它的搭配 一定要是垂直的 直線型的 它是垂直 對 但是你看它的毛衣 是在這邊 就比例上就五五對 所以它的比例上就會變成 是一個長的正方形 裡面有兩個正方形 黑色跟這個藻紅色 是一半一半 所以要幫我們示範一下好不好 對 我覺得它可能 它選的毛衣 不要選那種半截式的 好的 其實比較長型的 長一點 或者是有點垂直感 好 比較好 去蹭沙 去脫雕 好 如果你的身材 長得就是一副不怕冷的豐滿身形 但是事實上體質是寒的 然後要怎麼樣利用這種元素 穿出時尚呢 請看 好帥喔 都抓住了 有沒有很像那個 請吃飯的漂亮姐姐 有 有 而且看起來就是 買單單就是直接要給你 貴亮之氣 真的 其實我幫它搭配的都是 那個 對 然後就是可能它的體型 因為上面如果在毛衣 然後在外套 你就會看它上面很雄爪 然後就顯得它的腳又過細 對 所以它要以那種I 就是英文字的I字型去做搭配 也就是說它很多都是用直線條 比如說它這件外套是雙色的 是 裡面一個顏色 外面一個顏色 它可以反面也可以穿 是 雙色的 然後所以它就把 就是一個I 就是一個I 對 它就是看起來會很瘦 再來多了這一個是因為 又一個I 又一個I 就變成一二三三個顏色 然後其實裡面這一件 是最不保暖的 對 但是是它可以到室內 有暖氣的地方 沒錯 可以脫下來 這就是我最常穿的花花 然後所以像它這樣子 譬如說這個拿下來 好涼了 如果真的外面太冷的時候 它又一個很大的圍巾 又可以讓它這樣子 就可以包起來 這種層次感也很貴旗 對 然後 好 所以其實 一個很溫暖的圍巾 可以取代它的毛衣 沒錯 然後再來外套也是要找這種 很輕 但是又是毛料的 然後還有裡面這個 也是今年我覺得一定要 大家可以去嘗鮮的 就是把絲巾做成洋裝 好 對 所以我們要去買五 六條絲巾 沒有 其實現在有很多這種布料 然後 所以像用這樣子的一個層次穿搭 其實它整個如果扣起來 就不冷了 對 整個扣起來 然後它又不會覺得很大一支 對 就會滿新的 我覺得今年大家真的可以用這種 把這種戴 莫蘭迪色系的這種戴 有一點濁色調搭配在一起 就是裡面雖然是深藍色 可是你看它的鞋子 它的襪子 就是因為它的優點是在它的腳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它的腳 這種很纖細的感覺 用一個很亮的顏色 把它這種莫蘭迪色 濁色系全部搭配在一起 但是一個很亮的橘色 把它提亮出來 所以像今年如果你要穿 這種厚的毛衣的話 就比較建議你要有一個 輕薄的洋裝 比如說像這樣子的洋裝 很漂亮 很冷 這裡面有潤的 對 沒有 這個當然像現在洋裝 雖然裡面是這種 細肩帶的內搭 就是給你一個不透明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很冷的時候 裡面可以穿高領的 然後穿那個那種 比較厚一點的襪子 對 它就變一個罩衫 但是你就可以再搭配 這種 變成外套 外套 對 它就是比較直線條的 然後再來它的身材 比較適合穿 柔軟一點的材質的洋裝 可以把它上面不要那麼厚 比如說有一點大V字型的洋裝 對 這件 然後就可以再穿一件 這樣子 這也是非常保暖的外套 這個 家裡有長輩可能 這個是 對啊 這是什麼顏色 就是刺女或長女的顏色 沒有 這個是那個 桃的顏色 稻草 這個是米色 米色 米色 對 所以也可以這樣子 然後如果有 長女的話 不太適合 有長女的話 OK 我是長女 那我們就來這一個好了 這是 這個爸爸喜歡 對 這樣就對了 這個搭去宴會的時候 你可以脫下來套一下 因為裡面 也可以搭這個 對 裡面那麼薄 但你外面的就是都可以 很好挑 對 今年 今年還滿適合這種 很貴氣的 對 然後要穿這種 愛穿不穿的感覺 你裡面千萬不要穿得太厚重 對 就會比較 就沒有辦法把這種 這種很對比的效果搭出來 所以如果今年媽媽們 要開始又怕冷 你可能要先找一個 比較亮比較大的外套 但裡面就要輕薄 如果你是覺得說 顏色要對比對不對 顏色要稍微強烈一點 像這樣子紅 黑 就非常強烈 然後就注目 晚上注目就會在你的身上 穿再多也不怕腫 顏色要稍微的 然後就用了 全部都系統